在非洲那边取灵感 我就在想 怎么可以用鸵鸟蛋做一道菜 所以我用鸵鸟蛋做一个芝士蛋糕 边做菜边解说 香港天王谢霆锋主持真人秀节目 12道风味 不只获得米其林颁奖 还要上国际舞台 但最近却公告要贩卖一样奇怪的商品 谢霆锋拿着一个粪便形状的甜点 旁边还写着 400公克纯公米田共25元 风味曲奇限量贩售 开卖当天店外还大派长龙 原来是在讽刺大陆名罪宋祖德 日前唱衰他和王妃分手 如果有半句不实传言 就要直播吃狗粪便的毒誓 没想到宋祖德也隔空交火 直接宋祖德回呛 警告谢霆锋要提供 和王妃在一起的证据 还要结婚证书 自己就会说到做到 甚至还要谢霆锋提供狗狗 让粉丝相当傻眼 事隔一天还继续呛瞎 说自己不想做人 还再度断言如果预言有错 5月24号一定会说到做到 日期特别选在谢霆锋前妻张博之的生日 让网友再度痛疲根本就是炒作 那吉他自弹自唱录影片 谢霆锋用歌声祝爱人生日快乐 无端卷入名嘴乱泛话风波 谢霆锋不甘示弱用动作回应 更直呼很期待 宋祖德执行誓言的那天 记者有这种网上带报道